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我在两个月之前讲过 因为在两个月之前呢 美国发放了自己居家测试的测试盒 免费测试盒 这个时候呢,我谈论一下这个免费测试盒的工作原理 以及如何操作的 以及里面的一些局限性 所以呢,你如果看过我那一个讲座的话 你可以不看我这个 今天这个呢,最主要我是针对于上海的疫情 以及中国的一些专家提出用抗原测试取代核酸测试 那么我就想告诉大家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各自有什么样的利和比 好,那么在说这个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抗原测试 什么是核酸测试 核酸测试,英文又叫PCR 又叫RTPCR 这是英文里面经常的英文单词来的 它是根据针对于病毒的遗传系列 也就是说它的遗传基因物质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叫做核糖核酸就是RNA 这个东西进行检测的 它往往呢,就把这个基因用生化的方式 不断的复制 复制完之后进行实验室里面的荧光测试法 这里面呢,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循环伐质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一直关心疫情 可能知道一个叫CT值 循环伐质 循环伐质什么意思 循环伐质就是说复制多少次 它是扩增多少次的意思 这个呢,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黄金标准 大致上呢,大家用大概负质 30到40次为一个标准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CT是35 或者CT40 就是说它循环了35次 一个循环了40次 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实验室 可以自己定自己的标准 那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同样一个人体内有10份的病毒 也许它重复35次的时候 这个实验室的敏感度 还是无法测试出来 那就显示阴性 但是如果它防止变成40 它又测试出来了 那就是阳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在一个实验室里面是阴性 另外一个实验室阳性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 阀值不同 那么现在在美国呢 基本上是用阀值是30到35 而中国呢 用40 据说呢 最近也可能会下降到35 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 这个只是每个国家 每个实验室制定的标准 因为全世界没有 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个核酸核酸的优点 就是说 它哪怕有一个扫量的病毒 它因为不断的复制 它可以无限的扩增 或者说大量的扩增 所以它的敏感度比较高 往往呢 就测试的比较准确 但是呢 它的问题也在这里面 它里面有个缺点 因为你要看到 它一般一直在复制 所以说这个样板上面 有小小的污染 就不小心污染到了 它就可能会出现 假的阳性 因为并不是你的病毒 而可能是在实验室里面 旁边这个样本里面 有一点小东西 通过不正规的渠道 或者说 由于采样 取样 实验室的操作 出现问题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 假的阳性 而且呢 这个呢 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一点 当然我不知道中国多少价钱 这个美国这个价钱 相对比较昂贵 而且呢 由于它需要扩增测试 所以相对的时间 要长一点 往往需要 一到三天时间 当然也有两个小时的快速测试 但是这个准确度 相对来说就低了很多 抗原测试 抗原测试英语叫antigen test 它是用了病原体 就是病毒的一些 特定的蛋白质 有经常是表面的一个蛋白质 作为它的目标 也就是说 取的样本里面 有了这个病毒 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针对于 这个蛋白质 提前制作了 抗体 然后把这个抗体 放在测试盒里面 如果这个病毒存在 那个病毒就会和这个抗体 进行结合 那么就出现了一条红杠 如果说这里面没有病毒 那么这个抗体 就没有办法结合 那么这红杠就不出来 就是阴性 这就是他们阴阳两性的区别 它的优点 就速度很快 这个需要一到三天 核酸需要一到三天时间 它只需要15分钟 30分钟 而且呢 这个可以在任何地方操作 不受环境的影响 你可以在家里 你可以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也可以去实验室里面做 价格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便宜 但是它的缺点也明显 因为它没有复制 所以说这个病毒量少的时候 可能比较难以测试 而这两种测试 都是用差不多的方法 就是用鼻腔 或者说咽喉部位的取样 取到 只要有病毒的地方取样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测试 这里我没说 就是抗体测试 抗体测试 不是作为诊断的标准来的 因为抗体产生需要一定时间 往往需要一到三周的时间 这对于诊断没有帮助 抗体测试只是能说明 你过去有没有感染过 或者最近有没有感染过 这对于我们 作为一个普查 就是说 在当地一个人群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被感染过 这个是有帮助的 但是对诊断是没有帮助 所以呢 这里我就不多谈抗体测试了 那么 核酸和抗原测试 在时间点上 就是说 在测试上面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图 那么呢 我就用柳叶刀的一篇文章里面 New English Journal也用这个张图 告诉大家一下 大致一个 一个感染的一个时间段 第一个 这个就是零 零点就是说 你刚刚被感染 刚刚被感染 你要知道病毒到了人体里面之后 要进入到人体细胞里面 它需要复制 当复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人才会有生病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之前 你看这个之前 它的病毒量很少 因为这个是病毒量 这个红线是病毒的量 这条红线是病毒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称为是潜伏期 因为它病毒量很少 对于人体来说的话 也没有病症的感觉 那么当这个病毒量 达到一定程度 就达到这一点的时候 由于核酸测试 它是被不断的复制的 所以说 在一个很小量的时候 在那么小量的时候 它已经被核酸测试 给检测到了 这条深蓝色的 就是可以被核酸测试 这接测到的一个地位 然后病毒不断上升 上升到这个点值的时候 那么抗原测试 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抗原测试阳性 一般的来说 都是病毒量比较多的时候 当然了 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像这个阶段 刚刚开始的阶段 可能显示出比较浅的红色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那个病毒量 还相对比较少 我们叫做那个 洛阳性 一般人家说 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 我们叫做洛阳 然后呢 这个顶部 这个阶段 病毒量比较高 那么就是强阳阶段 当然下滑的时候 这一个阶段 也是洛阳阶段 所以洛阳阶段 并不能告诉你 到底是刚开始感染 还是在感染 慢慢慢慢在好转的阶段 它只能告诉你 你体内有病毒 这是抗原测试 而核酸测试呢 由于时间比较长 然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我们知道 抗原测试测试不到 核酸测试还测试到 那么现在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这个阶段 是不是这个人 还有传染性 在欧美国家 一般的专家认为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传染性了 而且这个时候 所测试出来的阳性 核酸阳性 并不一定测试到的是病毒 而可能是病毒解体之后的 残留物 因为当这个病毒啊 到了这个量的时候 人的体内 这个阶段 人的体内会产生抗体 然后这个抗体就会把病毒给解体 当病毒解体之后 它的基因就会变成一段一段一段 就把一段一段切开一样 但是这个一切开的一段一段的基因 还是可能被核酸测试给捕捉到的 所以也会出现阳性 那么这个阶段的话 所以欧美国家往往就说 如果你的核酸测试是阳性的话 90天之内 无需再做重复测试 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性 你是讲阳性 你只需要自我隔离10天 我们认为这个病毒量就够少了 不会传染了 当然每个国家还是这样子 有不同的标准 因为他们的对于这个的理解 可以完全有不同 这个医学界不可能有统一的意见 这个大家不需要纠结 那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就这个阶段到底是不是有传染性 大家不知道 但是很明确的 我们可以告诉你 就是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如果做抗原测试的时候 打怕有病毒 它都是阴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抗原测试 经常会出现假阴性 就这个阶段 抗原测试的假阴性 如果说患者是没有症状的话 那么也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有症状的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需要用核酸测试 进行一定的排查 因为我们也知道 新冠的 特别是Omicron 他们很多症状和流感很相像 那么如果这个阴性出来 抗原测试阴性出来 有可能是真的阴性 因为那个患者可能是流感感冒了 所以说你用核酸测试去确诊一下的话 那么就可以排除 假阴性的可能性 这就是抗原测试和核酸测试的区别 另外一种做的方法 就是抗原测试做两次 所以美国每一次发放 它都发两个 一盒里面有两个抗原测试 第一个抗原测试 是在第一天做的话 一般情况之下 五天以后 如果你被感染的话 它应该到了这个纸 就被测试出来了 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你第一次是阴性的话 五天之后重复测试 那么如果两次都是阴性的话 大概率大概率你是阴性 如果说第一次是阴的 五天之后出来的阳的话 那么很大可能性是被感染了 所以这个就是抗原测试 是需要往复测试 核酸测试反复的作用 相对来说小了很多 好了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解释清楚了 如果有问题 欢迎在下面提问 或者说发现我说的某些地方 说的不确定 或者说错误的话 也欢迎专业人士指出 谢谢大家